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在台大念的一夜之後 就到加拿大去學習 這個是完全完掩一心 同班同學有三位都是從阿爾南來的 而且做的題目 是一個完全是一個 自己從來碰過的東西 就是變子眼的區域 因為那個時候 這個學校是比較小的學校 經費不是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跑野外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陪你 我們知道在野外工作的時候 常常顧慮的安全 一定差不多是兩個人一起 很多時候 特別在看石頭的時候 要記錄 要做種種的事情 那有時候不行 小心地摔倒 有兩個人是路上照顧的 但是那個是沒有錢 那今天有情形怎麼辦呢? 還是要做啊 所以要彎二分小心 變成是每找一步 每感覺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 想到後退的路 所以你去的地方都是一個新的地方 你要看過 但是你會想到 那你要去哪裡?去哪裡? 那先計劃好 新的記錄好 在這地址的人來說的話 最重要是 就先看行照 基本的資料 你先了解 喔!我要去哪裡? 你變了為什麼去那邊? 那邊有路頭 這個路可能到那邊去 回來會怎麼樣 因為都是一個人 所以緊急性都很高 所以你就 在這種情形下 你會變成是很專注 會考慮你的工作 但是你要顧慮到 昭州的環境是怎麼樣 就突然有大雨來 還說是 那個氣候都會突然改變 但是你迷路了 這種情形你都會有一種 自己先準備好 要一種應變的 這個是 在國外跑野外 是一個非常 這個經驗 是覺得是很有趣 那英國跑野外 也有一個特別好處 那總之一想 很多事情呢 你都需要去建構 要遇到困難 沒有人幫你 你一定要面對 所以一定要 要所謂的 不克服 要躲開 做這個選擇 不停的做這些選擇 所以很多時候 你都變成是要 真的是需要 某程度的獨立的能力 生活方面的 還有甚至做 也思考方面的 不足的地方 你一定 回到實驗室來 一定會 找資訊 去看得出 還是說 做實驗 去了解這個過程 不然就是 你就要去問通才 還是老師 經過 討論 那個時候 沒有Email 沒有東西 所以還是要寫信 給那些所謂的 你在PayPal上面看到 一些不懂的地方 你就寫信去 語言作者 跟他 問到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 很快 很直接的 來 學到你這個東西 是這樣的事情 所以 有時候是等於 一定 空子說的 不止消耗 這個一定要 要去 有這個 探討 好解心 然後去 去付出實習 那這個是 說你 到野外去 就是你 不其然的 你就是 投入 那個環境裡面 你要感受這個環境 去了解這個環境 然後從那個環境裡 看到一些 你想看的東西 還是說 是 很 很 不期而遇 好像是 有一個話 就是說 打破鐵鞋 無一處 那 這樣的感覺 這個是 在加拿大球學 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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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 一個 體驗 中間地址所服務 那就是 1979年 那個時候 就是 剛剛提到的 那 畢信昌 還有 何春生 遠慰州 這幾位 老師 就是 他們覺得 我們台灣的地址界 很受日本 很受美國的影響 但是 歐洲 傳統地址 發源的地 特別是英國 法國 這地方也非常好的 很接觸的 地址學家 特別是高校地址學家 那 何必 為什麼 不 邀請他們來 那剛好 1980年 在 世界 地址大會 在巴黎 舉行 所以 這幾位先生 就 建議地址學會 派人 去 邀請 他們 所以 這個機會 得到 他們來了之後 我就被 有心的派對 就可以陪他們去 跑野外 那 其中 一位 老師 就是 法國的 教授 教授 從1981年 到台灣來 一直到 他 2011年 過世 在 30年之間 差不多每年都會來台灣 影響 很多是 特別 構造地域學 地鐵 構造 這方面 非常之大 他 有 很 很 很 教學熱情 之外 他非常 在這方面的造詣 非常之高 而且 有 對於 台灣的學生很特別的感 感 興趣 所以 做到 四 他 十個 在 博士班 就是因為他知道 從 有八億到現在 所以 在 我第一次跟他接觸後 他就鼓勵我 你夠 來 念書嗎 這樣子 所以我就 去了 法國 因為我在 在 在此 所以 去了 一段時間 又再回 台灣 做 驗噸門題目 是做台灣的 崔心的構造 所以 在那邊的時間 不是太長 但是 在 前後 五年多的時間 裡面 那 待在實驗室裡面 就是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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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工作 是 賣有趣的 因為 怎麼講呢 那個氛圍 就 他們對 專業的精神 很浪漫 也很聰明 也很能夠翻譯實相 整個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但是 他對專業的精神的敬重 還是 不能你過行過業 他出手有一種尊重 你不同職業 不同行業的專門 他們有這個 尊重的原本 數量 所以 雖然說 我們的地址 在 大理裡面 在實驗室裡面 處理這些資料 還是在 寫這個論文 但是 從 岸教授每天 早上八點 一早 就到辦公室 然後 喝個咖啡 跟大家 聊聊 聊天 但事實上 他會有二、三分之的 每天早上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聊天之中 離不開 你昨天做的事情 前天做的事情 這個禮拜 做的研究 所以 有一種 所謂的 精神的聯繫 就是說 你 這個月 還是這個禮拜 做的事情 他都 跟你分享一下 製造一下 那 那 這個 這種精神的聯繫 我覺得是非常 非常 非常 非常有一個意思 就是 不是單單對著 很死的石頭 還是死的資料 後面的 做點 還是非常 非常有 有文性的一方面 是 所以 這個 按照說 是一個非常偉大的 文化師 我們台灣是非常有幸運 能夠有這個 人到這裡來 一起去幹 一起學習 了解這個台灣的 地質構造 你們 你 是 要 可以 還是 有 可以 是 你 你 感谢观看